当若如此 那包大人 包大人既然下定决心 自然早有定见 你无需替大人担心 那陈师妹就算是受人逼迫 也不该呀 皇上 如今不是生气的时候 公主怀了她的孩子 眼看着包拯不会放过她 看在你外甥的面子上 你也得救她 哀家也曾宣照过包拯 倘若皇上不下职 他必定会把驸马立刻处死 包拯并没有错 那陈师妹的确死有余辜 皇上 难道你忍心看着你的亲妹妹 年纪轻轻就受寡 难道你忍心看着那个孩子 还没出生就没了父亲 他们毕竟是皇家的人呢 母后 那陈师妹拨亲寡义 亲少不如 就因为她是我们皇家的人 儿臣就可以下旨救她 传扬出去 让儿臣何以服众 世人又何以看待儿臣呢 好 既然皇上 如此在乎世人的看法 那哀家 就要让世人看看 皇上是如何的不孝 母后 儿臣何曾不孝了 你不听母命 就是不孝 哀家劝你下旨救人 你推三祖祀就是不从 难道要哀家跪地求你不成吗 好 好 就让哀家跪地求你 一名睿智的大宋皇帝 母后 母后 万万不可 儿臣立刻下旨 救那陈师妹一命就是了 不是哀家要逼你的 哀家也是情非得已呀 母后不必说了 来人 奴婢在 回玉书房伺候笔墨 朕要亲下受诏 奴婢遵旨 母后 母后请放心 儿臣自会命人 前往开封府传旨 叫他陈师妹一命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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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大人 学生有话要问 但不知是否适应 公孙先生大问无法 是 大人下令将那陈世美拘捕纠办 固然是大快人心 然而太后早有交代 将请皇上下旨特赦 如此一来 大人势必难以面对太后 公孙先生是在替本府担心 学生不敢 只是 公孙先生 我被读书之人 虎独应事入朝为官 究竟所为何 不过是想借着朝廷功勤 为百姓黎民烧尽绵薄质 为世间公离正义 略效全马之劳罢了 大人忧国忧民 学生望尘莫及 不 公孙先生次言差异 公孙先生学富武车 博古通经 若要图个荣华富贵 何处不能 却偏偏要来到这开封湖 相助本府 终日绞尽脑汁 暗毒老血 不过落得个梁袖清风 公孙先生又所为何 学生是敢配 大人的高风亮节 而是因剑贤私奇之心 过 他是因为公孙先生 胸怀悲天敏人之心 至于战故 战戒江湖 快以恩仇 原本何其自在 却甘受朝廷节制 律法束缚 他又所为何来 但护卫侠干一胆 极恶如仇 深知大人不惧全事 惩奸除恶 故而偷身官府 报向朝廷 不错 你我三人 何尝为了一级之私 如今 为啥陈是美 而丢官罢职是小 为养成上义 而颠倒黑白是大 为故功于正面 何其之重 既要个人得失 又何其之情 孰大孰相 孰亲孰重 一目两人 孰孙亲孰 又何须为本府担心呢 大人金玉良言 发人深省 学生获益良多 永至不安 母后 快去救救驸马吧 别着急 皇上已经答应哀家下旨了 不行 等皇上下旨就来不及了 为什么 报证派人把他抓到开封府去了 什么 来人呐 二 百驾开封府 是 报证派人 你这是干什么 竟敢派人挟持本宫而来 难道你眼中已无王法 驸马爷休要动你 让本府先为你引荐 光村先生 两位请 这位便是卢州府之府孙大人 驸马爷 状元吉地时 也未回我卢州报喜 难怪本府也不知 驸马究竟来自书城县陈家村 还是河培县的白云寺 北县寺 阿弥陀佛 老纳元通 元通 元通大师 乃是核肥白云寺著职方丈 正是驸马爷ги读之处 在寺中想必多有接触 宝大人 老衲与嫉妒的举子陈世美 确实相熟 而老衲与驸马 却是初次相见 孙大人 大师 有劳两位坐镇任人 如今驸马身份既已厘清 两位请些回复